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董靜文 在暑假輔導期間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為了讓小朋友有更多體驗 特地在大橋裡活動中心 舉辦了TV&R電影的活動 指導老師是一位資深主播 他跟大家分享了電視新聞的製作 這堂課也讓學生們都很開心 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施龍碩 暑假期間為了讓小朋友 學習更多新知識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在大橋裡活動中心 舉辦TV&RD下令的活動 讓小朋友們認識電視新聞的製作 讓我們來看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吳婕宇 在暑假期間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特地邀請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教導國小跟國中的學生們 有關於電視新聞台製作 讓學生學習攝影 新聞稿寫作 旁白配音以及主播錄製技巧 讓我們來看現場的情況 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邱宇婚 記者和主播是一份什麼樣的工作呢? 資深媒體人黃沛山 在阿諾富有關懷協會安排下 前來跟協會的學生們分享她的肝苦談 原本擔任空姐的她 因為太累決定轉行 主播工作一做就是21年 從菜鳥到資深主播 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 也讓學生們體會到 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 讓我們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邱宇婚 記者和主播是一份什麼樣的工作呢? 資深媒體人黃沛山 在阿諾富有關懷協會安排下 前來跟協會的學生們分享她的肝苦談 原本擔任空姐的她 因為太累決定轉行 主播工作一做就是21年 從菜鳥到資深主播 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 也讓學生們體會到 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 讓我們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王儀露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邀請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前來為學生上課 教學生如何錄主播寫新聞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 雙子星有線電視 與嘉南廣播公司參訪 讓學生體驗一日小主播 這堂寶貴的課 也給學生們帶來有趣的知識 讓我們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黃翔斌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邀請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前來為學生上課 教學生如何錄主播稿寫新聞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 雙子星有線電視 與嘉南廣播電台公司參訪 讓學生體驗一日小主播 這堂寶貴的課 也給學生們帶來有趣的知識 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中正堂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邀請了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前來為學生上課 教學生如何錄主播寫新聞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雙子星有線電視台 與嘉南廣播公司參訪 讓學生體驗一日小主播 這堂寶貴的課 也給學生們帶來有趣的知識 讓我們看一下現場情況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中正堂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邀請了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前來為學生上課 教學生如何錄主播寫新聞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雙子星有線電視 與嘉南廣播電台公司參訪 讓學生體驗一日小主播 這堂寶貴的課 也給學生們帶來有趣的知識 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場情況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中任堂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邀請了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前來為學生上課 教學生如何錄主播寫新聞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雙子星有線電視 與嘉南廣播公司參訪 讓學生體驗一日小主播 這堂寶貴的課 也給學生們帶來有趣的知識 讓我們看一下現場情況 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羅一真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賴又語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邀請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前來為學生上課 教學生如何錄主播寫新聞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雙子星有線電視 與嘉南廣播公司參訪 讓學生體驗一日小主播 這堂寶貴的課 也給學生們帶來有趣的知識 讓我們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歡迎來到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蔡子寧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邀請資深主播黃沛山老師 前來為學生上課 教學生如何錄主播 寫新聞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雙子星有線電視 與嘉南廣播公司參訪 讓學生體驗一日小主播 這堂寶貴的課也給學生們帶來有趣的知識 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曾理晶 暑假期間為了讓小朋友 學習更多新知識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在大橋裡活動中心 舉辦TV&RD夏令營的活動 讓小朋友認識電視新聞的製作 讓我們來看看現場的情況 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黃玉安 暑假期間為了讓小朋友 學習更多知識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在大橋裡活動中心 舉辦TV&RD夏令營的活動 讓小朋友認識電視新聞的製作 讓我們來看看現場情況 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鍾淇薇 在暑假期間為了讓小朋友 學習更多知識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在大橋裡活動中心 舉辦了TV&RD夏令營的活動 讓小朋友認識電視新聞的製作 讓我們來看看現場的情況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主播黃清哲 歡迎來到阿諾新聞 我是主播黃富有 黃富有 在暑假期間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特定邀請 特定邀請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黃富有關懷協會 黃富有關懷協會 紅白配人 黃富有關懷協會 在暑假期間 阿諾富有關懷協會 黃富有關懷協會 特別邀請資深主播黃富有關懷協會 現在我們來看看現場的情況 aj Volunteer 我們來看看現場的舉辦 我們有沒有可能 述 在暑假期间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特地邀请资深主播黄佩珊老师 教导国小跟国中的学生们 有关于电视新闻的制作 让学生学习摄影 新闻稿写作 旁白配音 以及主播的录制技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黄佩奇 在暑假期间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特地邀请到了资深主播黄佩珊老师 教导国小跟国中的同学们 有关于电视新闻的制作 让学生学习摄影 新闻稿写作 旁白配音 以及主播录制技巧 让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吴总亮 在暑假期辅导期间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体验 特地在大桥旅活动中心 举办了TV&RD营活动 指导 指导 老师是一位资深主播 他跟大家分享了电视新闻的制作 这堂课也让学生们都很开心 让我们来看一下建场的情况 在暑假期辅导期间 在暑假期辅导期间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体验 特地在大桥旅活动中心 在暑假期辅导期间 举办了TV&RD营活动 在暑假期辅导期间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体验 特地在大桥旅活动中心 举办了TV&RD营的活动 指导老师是一位资深主播 他跟大家分享了电视新闻的制作 这堂课也让学生们都很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在暑假辅导期间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为了让小朋友更多体验 特地在大桥旅活动中心 举办了TV&RD营的活动 指导老师是一位资深主播 他跟大家分享了电视新闻的制作 这堂课也让学生们都很开心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吴依芳 记者和主播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资深媒体人黄佩山在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安排下 前来跟协会的学生分享她的刚苦态 原本来任空姐的她 因为太累而决定转航 主播一做就是21年 从一个菜鸟到自身 主播经历许多风风雨 也让学生们了解到各行各月都有辛苦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陈宗燕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戴立成 记者和主播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资深媒体人黄佩山在阿诺富佑关怀协会安排下 前来跟协会的学生分享她的甘苦谈 原本担任空姐的她 因为太累而决定转航 主播工作一做就是21年 从一个菜鸟到自身主播 经历许多风风雨雨 也让学生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陈宗燕 记者和主播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资深媒体的黄佩山老师 在阿诺富佑关怀协会安排下 前来跟协会的学生分享她甘苦谈 原本担任空姐的她 因为太累而决定转航 主播工作一做就21年 从一个菜鸟到一个资深的主播 经历许多风风雨雨 也让学生们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 让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记者和主播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资深媒体人黄佩山在阿诺富佑关怀协会安排下 前来跟协会的学生分享她的甘苦谈 原本担任空姐的她 因为太累而决定转航 主播工作一做就21年 从一个菜鸟到资深主播 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也让学生们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 让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请客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吴思涵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 邀请资深主播黄佩山老师 前往为学生上课 教学生如何录主播写新闻稿 另外也安排前往松子星有线电视与嘉南广播公司参访 让学生体验一日小主播 这堂宝贵的课也给学生们带来有趣的知识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大家好欢迎收看阿诺新闻 我是主播蔡佩提 阿诺富佑关怀协会创立至今12年 在大桥里长梁峰南大力乡体租借场地下 针对单亲弱势隔代教养 外配家庭的孩子开办客服班寒暑假夏令营 邀请许多志工老师教导才艺课程 今年更特别邀请资深主播黄佩山老师 举办TV&RD营训练口才及面对群众的胆识 培训学生多元才艺技能 一起来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成果